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联新闻一分钟 继续我们这个系列 万联球员逐个证 看看哪个旧魔城 这一节就会和大家讲讲卡云尼 其实就加盟了万联一个很短的时间 刚刚这个国际赛日 他也回归了乌拉圭的国家队 和苏瓦雷斯两个好拍档继续上阵 他也成功地争取到乌拉圭的那一队 正选上阵 五分钟就已经开阶了 他说这球球是他的队友Nandes传给他 他说有点像我们班图芬兰迪斯给他那球球 结果他们那队乌拉圭球队都赢3-0 他赢了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有哈米仔 哈米洛迪克斯 哈米洛迪克斯 亦是当成功地争取 所以他和苏瓦真是天下无敌 相劍合璧 正所谓 但很有趣的是 这场球球队之前 古拉圭的副领队 或者叫第二把交椅 叫做Celso Otero 他是个人 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们都未知 卡伦尼可以踢多久 因为始终他这么久 就没有踢 究竟他现在的状态是多少 我们真是不知道 但当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再看清楚 所以就算连他们 即是国家队 都对卡伦尼的状态 或者近况 是有点不肯定 当然找过阿尔说 所以阿一就可以做回他的决定 结果 亦选了正选 首先是恭喜卡伦尼 再次代表国家队上阵 亦能入球 这个正正也是我自己 有点关于卡伦尼加盟 担心的地方 他始终这么久没有踢球 虽然大家都知道 亦有很多漫迷 告诉我 他很努力 他真的很努力 保持自己的状态 亦都很珍惜自己的体格 身体 以及足球的生涯 现在我慢慢开始相信 因为亦都看到他挺健康 因为有时 我最怕的是 他们自己的体格 看上去体格很健康 不是很健康 但起码都不是肥 但有时始终 下场 运动肌肉才能表现出来 现在在曼联 他也在后面进队 试过 这场在乌拉圭的比赛 他也是打了七十八分钟 就换了他出来 但当时可能已经锁定战果 所以看上去 他的运动肌肉方面 也能保持得到 我觉得非常重要 老实说 如果卡伦尼打回他的水准 我当然会开心 一定能帮曼联 你也看到了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的大巴心水 我都很喜欢放他 就是我希望 苏斯坦和客 放他多些正选 但现在看一个趋势 他也是做一个后备杀手居多 那我自己就觉得 未必是最好的用法 大家都听我说 都知道 至于卡伦尼 他究竟适合做曼联球员 他多有魔性的话 我自己觉得 虽然他在曼联的效力时间 但是相当之短 但是根据他以往 他的踢法 都是很有心去踢球的球员 亦都很懂得保重自己的身体球员 这些球员 真的踢到33岁 都还可以踢 肯定 最重要是射手 我很同意巴伦尼说的一件事 射手最重要是开了齋 开了齋 他的入球自然来 所以我不太担心 我唯疑独視 尤其是卡伦尼的表现 已经令到我对他有信心 大家都可能会记得 他未来之前 我都会担心 我印象中他的入球率 不是那么高 但现在看上去 其实可能我错了 因为我看他踢的球 不是太多 我看他最多 就是他和尼巴 踢巴尼斯的耳门那期 说真的 我经常觉得 一来他要造就 尼巴 二来 我经常觉得 有些机会去到他 也未必得 但我记得 也看过他一两场 烏尼龟国家队 他和阿蘇又真的 夹得很严重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希望他继续入球 停不了 那就正了 在态度方面 我觉得他绝对是 适合霸裂 我们所说的魔性 也有一定程度上 但时间始终实在太短了 所以我想我们 只要观察多一点 的时候 就可以肯定 他很有魔性 和適合我们 另外我刚才想说 在怎么摆位方面 我有点担心 不是担心他 我担心蘇斯的耳门 或者教练团队 究竟他是不是 以后都主要 当他是一个 后避杀手 有点像 以前的爆炸头 菲兰尼 有需要才能摆出他 我觉得 始终我们签他 一加一合 今年和下年 今年 我也很肯定 他的表现 会有差不多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始终 很多时候 踢法上 尤其是破物责方面 我们不可以 而卡玟尼 我相信是会帮到手 我仍然相信 他在对手 帕特巴尔 他在正中九号的纏绕能力 以及可以牵引到 对方的中坚 我觉得 这是最帮到我们的 在这些场次 我真的希望 他可以打正选 我已经解释过 打正选 令对手 累累的时候 下半场 再换快马 再衝散对方 我觉得就会比较好 现在 苏西亚实在看他 选择选择 当然他比我专业 但我自己 就不是这么看 OK 卡玟尼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啊 差点忘记给分 大家记得给分 我会给的 现在卡玟尼 我会给六分 为什么呢 表面上来看 他都已经有些魔性 而且始终是一个射手 他已经开了齋 我相信他在曼联的一年 或者两年 看看他会不会 之后再踢第二年 我相信会是相当不错的表现 而且 魔性那里 其实就能看到一点 如果我们再看多一点 他的魔性 是真的 来到曼联也保持住 我相信他可以值得更加高分 所以六分是暂时性的 我相信他会慢慢越来越高分 OK 真是多谢各位收看 大家记得都给给分 拜拜 我也好 不好意思 感谢你们 当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